日前柯文哲姐妹選擇 只有會找來舞團 穿空服員制服大跳蠟舞 哀批物化女性 但柯文哲卻是神隱四天 還有柯媽媽出面擋子彈 儘管柯媽媽護兒心切 但律為還是忍不住開酸 難道是媽寶媽 年紀這麼大了 不要再讓媽媽出來回應事情了 我們這個年紀了 成年人出生會這麼久了 就連日前的仇女風波 太太陳佩琪也PO出簽字文 說柯文哲曾私下跟他說 他會賺錢會帶小孩 會做家事比自己有用多了 讓他熱淚盈眶幫忙丈夫還家 而這幾天幫忙擋子彈 替柯文哲辯護的發言人群們 似乎也越幫越忙 如果說穿的衣服是穿日本的衣服 或者是韓國的衣服 可能也會引發另外一波討論 像是把日本韓國扯進來 被質疑提油救火 就連楊寶貞上節目辯護 舞團穿什麼 跟物化女性是兩碼子式 也當場被主持人嗆在硬拗 而活動當天 柯粉直播畫面鏡頭鎖定 放大舞者短裙眉腿 後方還有一個小女孩在跳舞 民眾黨副秘書長徐甫也聲稱 支持者是想捕捉小妹妹跳舞模樣 長進柯粉似乎也不覺得 哪裡有問題 說阿伯物化女性 我們要怎麼辦 我要代表我們那個 我叫阿伯拉TV 向許甫大哥鞠躬自現 從民眾黨成員到柯粉 似乎都不認為這次場公關危機 儘管陳正涵私下強調 親者自欽笑罵遊人 但柯文哲一天不出面 這把火恐怕還會繼續燒 三處國事門後採用台北 怎麼到